最近这一年多啊 这个短剧微短剧发展是日新月异啊 这个市场规模从原来的几亿啊 短短两三年时间就已经发展到400多亿 这是非常惊人的 当然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增长当中呢 自然良幼俱下啊 什么都有啊 有这个好的好的作品 非常的不错 但是粗俗低俗的作品是比较多的 毕竟拍这些片子的人啊 他的心态就是从什么心态呢 观众的心态 而且是从那些收入比较低 文化比较低的那种观众的心态出发的 他们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 所以呢 往往把一些低俗当做这个热门的 特别吸引别人的东西拿出来做 这就形成一个导向问题 我之前在专业文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 希望呢正规军 广电的正规军进入到微短矩市场 这样呢能够提供这个 在思想性方面 形成导向的作品 而不是任由市场 泥沙俱下 朝着这个市场引导的通俗或者低俗方向去走 所以最近广电总局呢也发布了一些规定 而平台呢也在自查 抖音最近就对这个微规微短剧攻势了六部短剧被下架 所以说这样的打击呢 估计也会让这个行业有所收敛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有更多广电的正规军来进入到微短剧市场 这样才能形成风轻气震的现象